大家好 我现在秦皇岛市中心 前面有个天桥 我们走到上面去登高望远 秦皇岛这边风一吹啊 在阴凉的地方居然还有点冷 厉害吧 所以说一路北上 我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啊 因为北方确实比南方要凉快的多了 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就是秦皇岛市中心了 今天我是坐公交车过来的 然后我来看一下天桥 天桥在我的身后啊 先走到路边上来看一下这条主干道 因为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也没查这条路叫什么 应该是秦皇岛市中心的一条重要的主干道 先我们上到天桥上去看一下 这边要爬楼梯 然后那个前面应该是有电梯 我过来看一下 看看它这个电梯开没开 要是没开的话那还是得爬 电梯倒是开了 但是这是怎么说呢 这有点想不开啊 它把往上爬的给关了 把往下爬的给开了 好吧 好吧 我们往上爬吧 已经上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天桥 还是挺宽阔的 这个脚底踩的应该是一种塑料 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 先看一下右边 非常宽阔的主干道 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秦皇岛的老城区 因为你看一下它周围的这些建筑还有商场 就知道了 然后因为这次我在这边是肯定要坐公交车的 因为这个去北戴河还有那个山海关距离都超过15公里 所以说还是一定要坐公交车的 那个打车的话尽量控制在10公里范围之内 超过10公里的就一定要去那啥坐公交车了 看一下这周围的环境 就是现在这个风特别的大 因为秦皇岛这边应该是靠海的 所以说这个风还是比较大的 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方向 这边也没有特别高的楼 像这个楼的话在秦皇岛都算是比较高的了 也有可能就是有在那个新城区 只不过我这里看不到 往前走 那边有一个小的电梯 然后我们走到那个更高的一层楼 再去看一下 我到这边来是干嘛呢 是想找那个大人发超市 但是我发现了在苍州没有大人发 然后我现在所在的秦皇岛 它也没有大人发 然后我就在导航上搜了一下 就随便 只要有大超市就行了 这边有一个华人问问家 但是我也没看到 在这看了半天都没找到 我这个楼底下现在有另外一个大超市 那也可以 只要有大超市就行了 站得高 看得远 回头看一下不同角度的天桥 这里有一个大雨棚 这样可以起到遮风挡雨的效果 好 这个位置还是不够特别的高 再看一下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远处有几栋高楼 那个应该有30层应该是有了 这个住宅楼也挺高的 至少也有30层了 等过两天我来看看新城区 应该有更高的楼 这个对面是一个大的什么购物广场 然后吃饭的地方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离我住的那个地方是比较远的 哦 我发现了 这个往这边走一点 那个对面好像下面是一个小吃一条鸡啊 是吧 那个巷子里面 那个巷子里面好多人 还有糖炒栗子呢 板栗一般不是秋天才有吗 难道现在也有了 那个小巷子里面肯定都是美食 反正我住的那附近 就是1.5公里范围之内 就那一家一家饭店 所以说要吃饭的话 嗯 在我的门口只能在那里吃了 除非我玩的比较远 那就到其他地方去吃 下去了 然后到这个超市去买东西吧 主要还是买那个早饭 因为我住的地方你想都不要想 那早饭肯定没有 嗯 还是买了个醋凉饼 醋凉饼当早饭吃还是挺好的 有电梯就是好 不用爬楼梯呀 这样挺好的 这样不累 虽然说就一层楼 因为膝盖它有伤嘛 能不爬就不爬 然后反正在青花岛这边要待5天嘛 有的是时间啊 不着急 慢慢玩 超市就在前面30米的地方 不知道这个超市里能不能买得到我想要的那种粗粮饼 它要是买不倒的话 这个那还是个问题啊 行 先不管怎么样 我进去看一下吧 按照道理讲是有的 好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因为我买的东西每次都差不多一样的 就不拍我买的东西了 明天带朋友们去游玩 那个什么秦皇岛 下期见